北匈奴西迁中亚后 鲜卑珠布西进蒙古高原 占据匈奴故地 汉末小兵器的临近 让北方草原的气候变得更加严酷 进而导致北方的粮食产量逐年下降 致使鲜卑珠布的生存环境愈加恶化 到汉环帝时 西腔之乱再起 北京的鲜卑珠布也加紧扣鞭 仅鲜卑首领谭石淮发动的较大入侵就有五次之多 银缺粮和瘟疫 东汉境内鸡鸣四起 盗贼猖獗 在无力针脚鲜卑入侵的情况下 东汉在166年时 欲对鲜卑首领谭石淮分王协制 并希望通过和亲赞保边境安定 谁料谭石淮非但拒绝了东汉的和亲 还将领地分为东中西三部 任命宇文鲜卑 慕容鲜卑和托拔鲜卑三部的首领为大人 建立起南清东汉的军事指挥系统 三部鲜卑对东汉的幽州 并州和梁州边赛持续掠夺 汉领地派遣三路大军北伐鲜卑 结果大败而归 黄金起义后 各路豪强诸侯定起 东汉再也无力总控边市 此时的鲜卑已成强林 变为东汉难以啃下的骨头 2007年 曹操在白狼山击败乌环后 大陵河流域空虚 慕容鲜卑首领莫护拔顺势南迁辽西 213年西部的托拔鲜卑首领托拔吉坟 也率部南迁至河套一带 草卫代汉后托拔吉坟传位于次子 长子突发匹姑迁居至河西梁州 其部被称为托拔突发鲜卑 此时的北方 和黄枪人部落联盟虽已瓦解 但鲜卑三部西长城而居 南匈奴人和截人已迁至长城以南 枪低流民聚众隆上和关中 238年 慕容鲜卑首领莫护拔跟随太尉司马懿 讨伐公孙渊 获胜后因公获锋率一亡 鲜卑部长首次在政治上取得中原王朝的信任 258年 托拔鲜卑首领托拔利威 从武元东迁至更加富庶的东套圣乐 至西晋司马岩登基时 就连丁陵人和鲜卑人融合而成的起伏鲜卑 也在首领起伏右领的率领下南迁至六盘山西部 西晋初年 北方各族已经在空间上完成了取代黄河流域汉族政权的准备工作 就在西晋积极经营梁州和黄流域筹划郡县刑划分时 隆熙的突发先卑首领突发术机能公开举其反径 突发术机能向其攻破梁州 诛杀梁州刺史 威胁和黄郡县 这次起兵虽被平定 但隆熙与河熙的鲜卑各部绅士大震 为日后的集体造反积累了经验 西晋太康四年 慕容鲜卑首领慕容社归族 其地慕容山排斥侄子慕容伟和慕容土玉魂 慕容土玉魂英语弟弟 其后开创前燕政权慕容晃的父亲慕容伟不和 主动率部1700户从昌黎出发 逐步西迁至殷山南路 成为其后在青藏高原开创土玉魂王国的出祖 291年起 八王之乱获起萧强 率先趁乱建国的 是地处青藏高原东部 隆南山区的白马敌人 296年 敌人阳茂搜占据西晋擎州的武都和英平郡 建立前仇持国 两年后 古老的八国族群之一 从仁里特等人率领关中流民集团迁徙入属 为了确保对梁州的掌控 西晋任命忠心不二的张鬼为护枪校尉 梁州刺史 张鬼拼定西平太守叛乱后 西晋又想伸张鬼为西平郡公 张鬼却不敢领受 到三世纪末期时 宠信佛教的贵双帝国因数次败于波斯萨山王朝之首 已经丢失了起家的河中和呼罗山地区 而后退守至印度河以东 此时佛教徒已带着典籍翻过帕米尔高原 进入塔里木盆地 在盆地内的各绿洲小邦开枝散叶 260年 僧人朱世行前往于田国求经 成为汉帝最早前往西域求法的僧人 304年 曾担任男匈奴左部帅和匈奴五部大都督的匈奴人刘渊 自驮为匈奴莫独禅与西汉和亲的后裔 借口近视颓废 追尊蜀汉刘善为孝怀皇帝 自称汉王 在宾州的吕梁山区建立汉兆 在汉兆扩张征战的过程中 其后建立截仁政权后兆的石勒也投奔了刘渊 同年 从仁李特之子李雄 带领关中流民集团攻下一州成都 自称成都王 随后称帝建国 始称成 匈奴人刘渊和从仁李雄的独立 让刚刚经历巴王之乱的西晋皇室与士族阶层惶恐异常 307年 在王岛的辅佐下 狼牙王司马瑞一阵健康 开启了北方士族躲避战乱勇家难度的序幕 为了暂时拖住汉兆的崛起 西晋在短期内赤封了先卑各部首领 希望他们可以充当外援 断步仙卑首领断悟悟成被封为辽西宫 拖拔仙卑首领拖拔伊卢被封为大蝉鱼带国公 后期直接令其为带王 又莫许辽东的慕容仙卑首领自称大蝉鱼 靖怀帝在汉兆都城平阳遇害后 已经民村实亡的西晋政权 又寄希望于梁州刺史张鬼 希望其身任司空一职 辅佐靖世于道玄之际 作为受到靖世气重的汉人张鬼 一直感怀司马家对自己的恩情 全力援助关中战局 并收留了大批西晋难民 张鬼在孤赃设置五星郡 在西平郡黄水南岸设置靖兴郡 以收留靖朝流明 又将部分世家大族 牵至敦煌郡附近相对安全的靖昌郡 张鬼执掌的梁州 已成为士卒北上的最大聚集地 在阴山草原生活了二十年的 慕容仙卑慕容土一魂一步 不堪忍受匈奴汉赵的盟友 生活在河套地区的铁夫匈奴的袭扰 和塞外的严酷气候 于313年率部南迁 翻越隆山后 暂居青藏高原东部的大夏河流域 汉赵攻陷长安后 西晋闽帝被俘 江南士族和梁州刺史 张鬼之子张石 敦促司马瑞改元称帝 以完全脱离东境管控的张石 虽继承父亲一致 沿用静敏帝建兴年号 既不称王更不反静 但河西走廊已在事实上彻底独立 截仁首领石乐在河北建立后赵以来 匈奴人的汉赵便失去了河东土地 这导致留守隆袭的南洋王司马堡的压力骤增 梁州刺史张石又收留了至少两万人的西晋残部 张石之地张茂主持后 改汉为赵的匈奴乾兆进逼梁州 张茂暂暂时求和 被乾兆封为梁王 占据梁州和和黄的乾梁政权正式建立 张茂之后 张石之子张俊继梁王位 他仍不忘称臣东晋 积极讨伐乾兆 327年 乾梁攻打乾兆实力 黄河以南的土地被匈奴乾兆占据 失去乾梁庇护的慕容仙碑 慕容土一魂的长子慕容土岩 于329年被迫离开大夏河流域 迁居至基石山北侧 海拔更高的白蓝枪属地 首领慕容土岩被枪人酋长江聪刺死后 其长子慕容叶岩继任首领 慕容叶岩便寻牧场 终于在黄河合取的木戈滩立足 木戈滩草原虽然贫瘠 但其北西南三个方向为黄河环抱 东部又有基石山的高大之脉隔绝 是个一手南宫的立业之地 慕容叶岩以祖父慕容土一魂的名字为国号 正式建立土一魂国 这个王国成为了鲜卑人 在青藏高原上开创的第一个王国 土一魂部离开临下盆地时 匈奴人的前兆已被截人的后兆灭国 隆东和临下盆地进入后兆版图 在青藏高原的东南 东晋的宁州刺史将南中之地进献城 从乾梁通往东晋的高原道路更加不畅 为了与东晋往来联络 乾梁张骏甚至不惜向城的从仁皇帝李雄成城 以求使节可以通过青藏高原 在甲稻城到达东晋 西境大乱后 掌始霸出 西域碎绝 乾梁张骏于335年派遣杨宣讨伐西域 十年之后 西域为乾梁统管 贵双帝国衰落后 与开创过孔雀王朝辉煌历史的 詹陀罗极多同名的年轻人 在恒河上游开创了势力极多家族领导的王国 经过对北印度小邦的不断兼并 势力极多的孙子 詹陀罗极多一世 终于在320年建立起 以费舍离为中心的恒河流域封建国家 极多王朝 因北匈奴西迁而被称作白匈奴的康居人 也因逃避哈萨克草原严酷的环境而南清阿姆河流域 这批白匈奴也被称为燕搭人 在极多王朝的西北 燕搭人开始持续掠夺贵双帝国 导致帝国逐渐瓦解 最后沦为大跃之人主导的诸多小邦 慕容仙卑首领慕容晃在辽东建立前燕后 先后联合后兆攻灭了段步仙卑和宇文仙卑 而帮助仙卑统一大业的后兆 却陷入了篡位争夺的危机中 堂值十虎篡叔叔十乐位称帝后 以荒淫残暴而臭名远播 十虎暴毙后 其汉人养孙冉敏 又杀尽石氏子孙和截仁贵族 改国号为位 使臣冉位 此时 巴蜀地区的从仁政权陈汉 已被中进的环温消灭 汉人的钱粮也趁机收复了 垄溪的大片土地 光复河山的希望 在汉地政权被重新点燃 水亮 后兆将军 第一人福建率军西入关中 在长安建立起钱秦政权 钱烟慕容氏也趁后兆灭国而大肆南下 近距河北山东 钱秦天王福坚 降服了北地河套的铁服匈奴后 再次夺走了钱粮的笼原大地 稳定好西部战局后 钱秦军队禁逼钱烟的洛阳 不到一年便攻入了夜城 消灭了钱烟 370年钱粮失去了对西域诸国的管控 在军事上又再次败给强大的钱秦 国势转衰 钱秦的骤然崛起 让身居高原腹地的土育魂王 穗西深感担忧 他不得不向福坚献马五千匹 金银五百两 以求自保 此刻福坚并不愿发兵高原 便败土育魂王为安远将军 强川侯 安顿好土育魂后 福坚吃掉了同为第一人掌控的钱筹池国 又趁三度北伐的东晋环温病逝 南征属地得手 除梁州外 北方已被钱秦统一 376年 钱秦攻破孤赃 梁州刺使张天熙投降 北方汉人士族最后的大本营钱梁灭国 同年 脱拔鲜卑的戴国因内乱被钱秦吞并 钱秦向北扩张至末北南部 南面则与东晋隔淮河对质 383年 福坚清率数十万大军南征东晋 同时派出将军吕光统兵七万五征讨西域 肥水大败后 前秦国师大衰 前燕慕容晃帝五子慕容锤首先叛秦自立 建立后燕随后占据河北辽西 枪人军阀姚长在魏北叛秦建立后秦 东晋乘市光复汉水流域河南山东和益州等地 慕容先碑慕容冲在关中称帝建立西燕 后进入山西经营 前秦前将军 祈福先碑首领祈福国人兼并秦州河州建立西秦 土域魂王也顺势摆脱前秦 转而通共西秦 后被西秦设为沙州墓白蓝王 在西域取得全胜的吕光 眼见从前秦炸裂出四个国家 虽然掌控着前秦强大的西真军 也深知远水难解尽壳 听闻先王福坚被杀的消息后 吕光更觉东征无望 便在梁州自称中外大都督 大将军梁州墓九泉宫 建立敌人政权后梁 敌人阳定也借机返回上规 收复前仇持国领土 自称仇持宫 建立后仇持国 同时 代国托拔十一间之孙托拔规再度复国 后改成魏王 定都圣乐 托拔鲜卑人的北魏正式建立 394年 福坚的远房族孙福登率领前秦残部东征后秦 被后秦皇帝遥兴击杀 福登之子福虫只好一路西逃 来到前秦最西端的国土黄水流域 在高原之上登基为地 西秦的起伏前规不容前秦末地 立即派军奔赴皇中驱逐福虫 福虫无路可逃 作为敌人的他随即南下投奔敌人杨定的后酬之国 杨定与福虫合兵一处 举兵北伐最为弱小的西秦 却被西秦杀的大败 杨定和福虫伸手异处 前秦政权彻底灭亡 吉多王朝在统一了北印度后 开始南下征服德干高原 尤其是詹陀罗吉多二世 也就是超日王继位后 更是积极扩张领土 击败了西部的印度塞种王国 定都华士城 使吉多王朝成为自阿拉伯海 至孟加拉湾的庞大帝国 王朝进入鼎盛时期 黄水流域被敌人吕光的后梁占据后 与黄河南岸的西秦发生了冲突 西秦国主起伏前规惧怕吕光的实力 迁都苑川 需要一提的是 祁连山东部的乌烧岭 是河西走廊与隆中高原的天然分界岭 曹魏初年就从鹰山迁居乌烧岭南部的 拖拔突发鲜碑部 倚仗乌烧岭的保护 在南坡的天柱草原卧薪尝胆 在首领突发乌辜的领导下 拖拔突发鲜碑部在黄水下游的川谷地区 建立了第一个政治中心 连川堡 395年 同为拖拔鲜碑部族的乙符市一部 天居至乌烧岭与黄水之间 遭到突发乌辜的攻打 这个同族的小部族被迫西逃青海湖草原 拖拔鲜碑部自此便游牧于天高地阔的青海湖兵 建立起西陵气汉鲜碑部族的乙符物敌国 其首领被称为青海王 后梁天王吕光逐渐察觉到突发乌辜的军事才能 决定招揽他所率领的拖拔突发鲜碑部族 吕光命突发乌辜为后梁真南大将军 益州木左贤王 却没料到被突发乌辜一口回绝 397年拖拔突发鲜碑的首领突发乌辜反叛后梁 自称西平王 在乌烧陵以南的黄水流域建立起南梁 同时因匈奴左举渠王的后裔 匈奴族卢水湖举渠猛逊的伯父被吕光所杀 报仇心切的举渠猛逊便拥立建康太守 汉人断叶为大都督 梁州木建康公建立北梁 北梁的横空出世 又将后梁的国土一分为二 好似提前商定 同时造反的突发乌辜与举群猛逊 一南一北重创了后梁的根基 南梁向西击败羌人梁基 占领了后梁所属的西平 勒都 黄水 郊河等河黄种地 北梁则攻取了后梁的西部飞地 并向东迁都张叶 父辈受敌的后梁只能选择东逃孤赃 以乌烧岭和齐连山作为防御南北二梁的天然屏障 在华北地区 拖拔鲜卑的北魏击败了慕容鲜卑后烟政权 后烟列土为南北两部 再也无力于北魏争夺河北 拖拔归顺势南迁平城 正式称帝 夺取和黄流域后 突发乌孤将南梁国都西迁至乐都 以其地突发利路孤镇守西平 南梁的政治中心正式搬上了青藏高原 稳居和黄的突发乌孤一心想入主河西走廊 竟在一次攻打后梁未果后 醉酒坠马而亡 突发利路孤继位后 进一步将都城西迁至西平 也就是今天的西宁市区 这也是西宁这座古城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王国都城 而统治这个王国的竟是来自末北的拖拔鲜卑王族 南梁走上高原的进程和传奇的结局 对青藏高原东北部西腔部族的多元化融合意义深远 在南梁迁都高原的这一年 年近古西的名僧法显 立志远赴天主取经求法 法显一行人从后勤都城长安突发 途经后勤西勤南梁与身于秋辞 滞留于后梁达十七年之久的天竺高僧 揪摩罗时擦肩而过 经过北梁后 法显一行踏足了西域的扇扇 燕齐秋辞三国 又纵穿塔克拉玛干沙漠 到达西域佛国渔田 离开渔田后 法显等人经舒勒国登上了青藏高原所属的帕米尔高原 通过对西域古道和地形的分析 法显很可能经由布伦口古道或塔沙古道到达帕米尔高原 再翻越雪山进入瓦汉斗拉 走下高原后 法显经贵双帝国旧都佛罗沙 来到极多帝国境内 法显在极多帝国的都城华士城学习凡语凡书 抄写经律 收集佛教经典 后又搭乘商船 南下斯里兰卡岛的佛国狮子国 在这里求得四部经典 411年 法显完成了取经求法的任务 坐船东归 经马六甲海峡辗转回到东晋的山东海岸 当绕青藏高原游历一周后 此时的法显已有78岁高龄 历经13年跋山涉水的西游之旅后 这位首次翻阅帕米尔高原附地到海外取经求法的大师 写下了游记佛国记 成为了南北朝乱世时期著名的旅行家 400年 起伏鲜卑的西秦亡于后秦 曾款待过法显的北梁敦煌太守李浩自称梁公 分北梁西部而建立西梁 从前秦德国的后秦 一直视前秦的何西一国 同为第一人的后梁为眼中钉 消灭西秦后 后秦立即攻占了后梁的都城 并将纠摩罗石从孤赃营回长安 纠摩罗石在此翻译经书多达74部 在后秦的安排下 后梁王族吕龙被准许继续镇守孤赃 但吕龙在南梁和北梁的夹攻下早已无力坚守 向后秦要求内迁关中 西梁的分裂 让北梁的匈奴卢水湖重臣举取猛训 忧心忡忡 小小的河西地区竟同时容纳了三个梁国 看到后秦开始干涉河西事务 举取猛训绝的自己父亲北梁的机会来了 他便杀害汉人段叶 自立为张叶公 使北梁成为了匈奴人掌控的国家 402年 南梁河西王突发利禄姑病足 葬于都城东南 突发利禄姑的弟弟突发怒坛继位后 再度东迁至乐都 后梁国主吕龙在得到准许后 终于得偿所愿 离开河西 率百官迁往后勤长安 后梁灭亡 同时 东晋安帝尚未与楚王还玄 乘着刘豫起兵反对还楚政权 后勤攻占了还楚的河南等地 405年 汉人乔纵也占据巴蜀为成都王 独立于东晋 史称乔蜀 在后勤与东晋互相攻伐的档口 早已灭国五年的西秦国主启夫前规逃回故地 筹谋着从土玉魂那里赚取一块根据地 土玉魂王乌和提被启夫前规击败后 逃往南梁病死 树洛干继承了叔叔乌和提的土玉魂王位 408年 渴望入主河西走梁的南梁国主突发怒坛 在大败后勤军后占据了后梁故都孤葬城 并迁都河西 借助南梁的胜利 收集了旧部的启夫前规也于次年回到苑川 从后勤西部独立出来 恢复了西秦小国 北梁的举曲猛训寄予这座地形优越 攻守兼备的孤葬城已久 身居河西腹地的他自然不能容忍齐连山另一侧的南梁 北上河西走廊打秋风 终于在410年东征南梁新都孤葬 南北二梁的争夺以北梁的胜利告终 突发怒坛灰溜溜地迁回乐都 就连黄河南岸的土玉魂王竖了肝也来落井下石 从太子突发虎台手中夺取了焦河城 强导众人推 西秦看到围歼南梁的时机已经成熟 便向西迁都至贴近南梁国境的浮寒城 西秦在赤水击败土玉魂王后 假意封其为赤水都户以便拉拢 转年就骗取了土玉魂辛苦得来的焦河城 眼见北梁西秦和土玉魂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围歼自己 为了拓展生存空间 南梁国主突发怒坛决定向西一搏 去攻打青海湖畔的以服务敌国 西秦王起伏赤盘瞄准时机 发病攻占了南梁都城乐都 俘虏了太子虎台及文武官员 突发怒坛不得不东归投降西秦 立国18年的南梁在414年正式陨落 南梁灭亡前夕 南梁开创者突发无辜的儿子突发凡尼 带领叔父突发怒坛的弟弟和两个儿子 去投奔北梁的举曲猛训 毕竟是王族来投 又是曾经共同对付后梁的盟友 北梁便欣然接受了这些脱拔鲜卑的贵族难民 在南梁王族带来的情报指引下 举曲猛训还翻越麒连山 向南攻打了拖拔乙福仙卑人经营的乙福物敌国 令其归附北梁 在北魏统一北方的前夜 南梁王族将何去何从 屠于魂国是否能立足清藏高原 苏皮、象熊和吐蕃的爵竹又将鹿死水手 下期我们继续聊聊清藏历史长河图 昨天 Brooklyn 你们都在北魏绢 红桥是把吐蕃呀 再跟我们一箱道里啦